206真秀 虐行奇招进出 观众捧步大笑 虐肠胃 有 虐女神 有 不是 你 虐心里 有 我特别想把那肌 突然低一点 但我没有 虐脑子 有 我高吗 我高吗 你盖会儿体高很难 虐心里 虐心里 我是金泽仁 金鸡爆响 金鸡对 对了 今年一来 我和小金已经要在过年期间给大家多送祝福 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 月花飘 哦哦飘 北风笑 哦哦笑啊 不不 不 小金 我说是让我们一起来给大家送祝福 你不送祝福就算了 还唱歌 而且还唱那么悲哀的歌 你是干嘛了 虞哥 你不知道 真的 我回家这几天 你知道吗 看到冰天雪地里面 在外面都是一队一队的往外走 对于我这种单身人士来说 你知道吗 受到了一万点的伤害 雪 滑 瓢 可以了 可以了 这大过年 大家肯定不希望看到你这愁眉哭脸的 我告诉你 我懂你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过年回到家里 在白雪挨的冬天 看到一对幸福甜蜜的情侣 然后你被他们虐到了 对不对 我跟你说对了 你这人心态就不对 我告诉你 对 其实你知道吗 现在娱乐圈的明星们就流行被虐 而且是虐到死 虐到狠 他们才开心 哦 虐明星 这个我喜欢哦 没有虐不了的明星 只有更悲惨的综艺 206年的综艺节目 在一篇明星的爱好声中 轰轰烈烈拉开帷幕 还也忘记 女明星不顾形象 吃完乱叫 男明星饥饿不百般折磨 明星被虐 被人而愿 看虐心特为观众的乐趣 有人虐心 有人虐味 有人明显体力不知 还有人脑子也不够用 总之啊 2016年的综艺节目 只有想不到 没有虐不了 好 206明星求虐天之 虐肠胃 所谓人是铁 饭是钢 一段不吃饿的话 要虐心先虐胃 在我们的挑战中 教主黄笑名和刘烨 学士坚等六男神 被困孤岛求自救 一夜回到解放前 他们接受节目组 两天一夜的生存挑战 不仅要自力更生 搭帐篷 与中生活来取暖 更要命的是 还不得不面对 节目组惨绝人寰的 黑暗料理大考验 喂喂喂 这可是酱油耶 小明哥 一杯酱油就这么干了 我的天呐 然而好戏还在后头呢 生吃洋葱 是苹果吧 再试试看 男神们的表情 简直不远直视呀 看了多心疼 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告诉你 这才刚刚开始呢 铁石新城的节目组 竟然使出杀手锏 直接断粮 女狗类的男神们 也唯有四十几例咯 为什么 从小你懂是我 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 我的心情难道做 你不懂 为什么 恶毒的总是我 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 二零六明星求虐篇之 虐女神 虐完男神虐女神 又这年头啊 高冷女神早已不吃香 虐心时代 修的就是极限 要的就是哭爹娘 在综艺震秀 头号清洗节目中 李文 蒋星 邓子齐 张伯志 自己的不看路 邓女神又将如何应对呢 你别打我打我打 你不要吵好不好 你冷静一点点 而傻傻的邓女神 还是勇敢地看出船外 将香蕉递向了凶猛的大行星 行啊 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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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好 小宇哥 这看完之后太虐了 尤其我看完这个洋葱这段的时候 你知道我那个胃都在翻过你 你看 为了向你表示关心 我们今天导演组 特别为你带来了暖胃饮料 来有请 真假的 我就知道乐发店的节目组 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节目组 然后感觉无比的温暖 今天电视期间观众朋友 我相信也得喜欢看上我们主持人 来到真人秀 小金 都到这个份上了 我觉得你应该一起 对不对 真人秀 大家一起参与才比较有乐趣 对不对 好 没问题 我今天为了这个节目 我也活出去了 好 那你选一下 我选 我选可乐加酱 是的 好 来 小宇哥 我有知道你不会那么对我不好的 其实这就是一杯可乐了 你当真了吗 你真的以为我会给你可乐加酱 其实我一开始我真的觉得 节目组会给我来一杯可乐加酱 怎么会 我怎么会那么狠 再狠也不会狠到自己人身上 你现在不会让我吃羊松了吧 但是我觉得小宇哥 如果你吃一口的话 我会很开心的 没有了 但是我觉得说实话 我满期待 2017年一开年 这些知人秀里面 会怎么去虐明星的呢 来 我一起期待一下 206明星求女平之 虐体力 相比饿肚子 虐女神 近来越不得真正男子 很第二季 虐心的办法更加直接 面对全新的角色 全新的规则 全新的困境 和全新的挑战 恰是夜晚 很累很崩溃的花容失色 什么高空 教师升级 什么勇闯毒气势 都不过是起步夜 明星们要和各种兵们 一道完成一次 最残酷的猎人集训 哎呦 那还是心理和生理上的 双重挑战 我胜目 猎人集训 现在开始了 他要去 有谁啊 他要去 一二 一二 我特别想把那只 突然丢掉 但我没用 天呐 看得本身心都要揪出来了 虐成这样 这还是我们曾经 见过的大明星吗 没想到 还有更狠的呢 拒着二十公斤中的弹药相够生存 快点 在这里 没有冰险 没有姓名 只有呆号 没有尊严 没有自由 只有负责 没有伤口 更没有怜悯 更有坚持 我真的说 怎么会这么浪 怎么会这么 可怕 这次持续升级的挑战 艺人新滴们 真的是拼了 彻底 抛弃了所有的偶像包裹 完成了一次 真正男子汉的推荐 白云飘荡 白云飘荡 蓝天上长阳 抛情万丈 看我闪电起航 搂起牙关 让宝宝鱼来得更猛烈些吧 206明星求虐天之 虐脑子 不得不承认 真凶越来越成为 逼谁更惨 看谁更虐的代名词 阿亮放松 快专注废阅十几年了 这是王祖兰 你在这么调皮 阿姨可是要报警的哟 阿姨 从欣赏明星 到了解明星 从了解明星 到窥探明星 从窥探明星 到虐探明星 那么 207年的综艺节目 就继续辛苦你们咯 乐部连综合报道 明星招给 自带神器 你看你这样 要升高没升高 要才华没才华 你装什么明星 特中角主 谁欲争风 我司法明明 就是 因为他演技太好了 别走开 下节目 今天真的是特别开心 终于整到小金一回 上半节被我吓得不轻巴 不过我觉得 小鱼哥 就话说回来 这个2016年 明星们不仅说是被虐得很惨 而且被黑得也很惨 由于老话说的好 常在娱乐圈里走 哪能不被黑呢 小鱼哥 我要采访一下你了 有没有被黑的时候 人生当中跟黑 没有半年关系 我可是听说 小鱼哥 以前的时候 非常的胖 而且呢 我没说完 还有个最好听的外号 不说可以 鱼哥 不说可以 你知道吗 导演组也为你准备了一份后礼 我可不是吓大的 好吧 你不用吓我 尽管放马过来 真的鱼哥 做一个好朋友 做一个好哥们 我跟你说句实话 如果我要是你的话 我会选择就把洋葱吃掉 不然后面那个东西 我听说他们买材料 就买了好久 不会吧 我觉得有句话叫做 失识物者为俊杰 杨葱也在我手里 赶紧吃 206明星 招黑品质 袁珊珊 如今的真秀 还真以为只是明星 上车跑个步 玩个游戏 那你就太天真了 明星真秀 也是一颗很重要的实验田 把握好了 靠它 可以成功洗白 二次镀金 再具人气 把握不好的话呢 一个小动作 一句话 都能招黑无数 尤其是那些 自带招黑体制的明星 袁珊珊 你怎么又做个梅玩了呢 也难怪会被称作 招黑女王 袁珊珊这是要在 作死的路上 感对得一颗翻白眼 你真是招黑不怕事 打得结构了 但还是没想到 她如此大胆 炮火之猛烈 让观众都成目结舌 难怪以往的小男 都要坐不住了 不过呢 金姐如此肆无忌惮 就因为还没碰上 真正的对手们的 洪荒之力 可是会随时爆发的 是的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黄晓明 吃的是什么呢 知道大家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 我们娱乐乐饭店的 国安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话 就有机会获得 好吃奥格力波里海的 点心面 提供大礼包一份 还有呢 就是今天我们节目 主要送给大家 杨宗伟 心理天面专辑一张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些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咯 全节快乐 着快乐